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拍一條很久都沒有拍過的粉底測試一天 我們今天的測試對象就是SUKU 雖然這個品牌在香港不能賣,但它的討論度一直都很高 它的粉底很有名,特別是它的粉箱 之前我一直都很想試,但實在太多劣評 又說它氧化,氧化的情況不僅在臉上 它就這樣放在瓶子上也是會氧化的 有些人說香港的天氣不適合,因為它會溶到一地都是 所以六百多元一瓶我就不敢入手 但我這次就發現了在Savages買這套是475元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它的即時妝效 每隔幾個小時究竟有什麼更新 以及一天下來究竟它是幾慘烈的情況 或者是幾驚喜的狀況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在試粉底之前,我們不如先開箱吧 素顏開箱的感覺真的很奇怪 有今天要測試的粉底就是SUKU他們的The Cream Foundation 這個不是貨妝尺寸,只有15g,貨妝尺寸有30g 另外也有一盒小的碎粉,這盒是Oil Rich Powder 原裝的SUKU碎粉是這麼大盒,裡面是16g 今次的套裝是這麼扁的,裡面有4g 另外還有一支10g的Base 裡面還有一個棒棒,用來拿粉底 還有一個金光閃閃的化妝袋 就是整個套裝全部的東西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了一個Cream Foundation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裡面有一個蓋子,用來蓋住粉底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這個妝髮是很不衛生 很狠狠,你看到我只不過一打開一點 就已經寫出外面了 看上去很滑很creamy,好像一些護膚品 本身的蓋子也有很多 所以我就在蓋子裡拿少許份量 就放在手上來用 其實質地摸上去不厚重 而展性都非常好 其實我真的沾了很少,就已經可以塗上整個手背了 你看到顏色有少許白 因為這次的套裝只有兩個色號選擇 所以其實也未必是我最適合的顏色 摸上去是一點都不黏的 是非常清爽的 說回今天的皮膚狀況 黑眼圈依然都很強勁 而且大家看到這裡起了一粒暗瘡 是因為試了很多不同的護膚品 就有時候會有這個情況 而且我的眼睛因為之前敏感 之後就損了少許脫皮 所以旁邊這裡的紋好像很厲害 而且好像被人打腫了 這個粉底本身有SPF25 所以日常冬天 不是出去戶外很久的話 都可以的 我點幾點在臉上 然後再用美妝蛋 印開它 我現在就上了這半邊 其實顏色我又接受到 不會說白到很離譜 之後你會看到黑眼圈其實都遮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暗瘡 今天很好 有一個暗瘡給我們測試一下 它不算很遮得到 還是看到有些紅的 我已經特意疊加上去 都是看到的 還有如果旁邊這裡本身損了的話 它也會削少少在皮上 其他的位置你會看到 修飾得很漂亮很漂亮 它沒有一種很強勁的奶油肌 但是呢 有個看下去 皮膚健康的光澤感在這裡 我看到它是很容易推 延展性那麼好 這一邊臉我就想試一下用手 推開它 看看妝效是怎樣 它完全不會黏住我的手指 我的頭髮 你看看 一條頭髮 都少少了 沒什麼黏下去的 我現在推開了之後 就覺得用手推 其實遮瑕力反而沒有美妝蛋那邊那麼好 大家看看眼圈的位應該感受到 還有鼻這些紅印位 如果用美妝蛋是完整很多的 所以我會喜歡用美妝蛋的妝感 還有我現在只不過想在一層粉底 和剛才素顏的感覺已經差很遠了 看下去健康了 有氣息了 我覺得它也不會像 我現在試一下用一張紙巾 是有腥的 真的有大力的 是一點粉 一點膚色都沒有 我不知道是因為天氣太乾 我的皮膚太乾 還是因為粉底本身的質地 都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很驚喜 這件事 讓大家這麼近看下巴這些位置 可能很多人都會怕 會不會卡住粉刺 或者紋理 沒有 非常非常平滑 今天這個粉底應該會長到 八至十個小時 所以我會繼續更新 一會再見 我化完妝回來了 今天我用了眼影去圈著眼線 所以看上去眼妝有點濃 但其實我沒有用到任何胭脂 或者highlighter 想測試一下粉底最真實的效果 給大家看 現在的時間是2點25分 現在粉底上了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你會看到它有一種很健康皮膚的光澤 不是奶油的 也不是油潤感 不知道可以保持多久 一會兒會隔幾個小時 跟大家更新一下它的妝效 還有會讓大家看看它有沒有黏在口罩上 現在應該都最重要這件事 現在時間是4點3左右 還有距離我上粉底大約過了2個小時 其實這2個小時我沒有出去 一直都是在家裡 沒有太大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它沒有了剛剛上妝的時候的光澤 現在變得非常霧面 但是沒有慢慢緊 還是很清爽 很久沒拍過這類型的影片 忘記了聞它有沒有味道給大家聽 好可怕 它沒有一層很強烈的香味或者品牌的味道 但是它一開一關 你看到粉底就這樣擠出來 超噁心 我想這個是暫時我唯一找到這個粉底的缺點 我想說今天這個粉底測試還可以測到這個礦泡性 因為大家看到我的頭髮嗎 我是出寒汗 我們趕船 我們永遠都是趕頭趕命的趕船 但是現在不可以脫口罩給大家看 硬一點就應該可以了 好 我們一會再進去 現在我去到男朋友家了 時間是五點五十分 差不多六點 過了三個多四個小時 其實粉底應該差不多 但是我想讓大家看看它有沒有黏到口罩 我自己都還沒看 是有好輕微 剛才經歷完這個趕頭趕命趕船的過程 雖然出了汗 可能有沒有出油呢 應該沒有 我洗了手了 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現在是沒有任何氧化情況 看上去都是非常完整的 一會兒就會吃火鍋 所以更加可以測試到一些蒸氣 那些熱的情況下 硬一點粉底情況會怎樣 現在時間是八點二十分左右 距離我上妝大約過了五個多六個小時 其實剛剛打火鍋的時候 我感覺到有少少出油 因為本身我都不容易出油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我都開始出油 然後它開始有少少零零零零 有少少浮粉的話 我想一些油性皮膚 或者是熱一點的天氣 有些濕濕熱熱的感覺 它應該也受不了 我近鏡給大家看看 鼻翼的位置其實都掉了很多 所以它也不算是一個很持久的粉底 隨著時間的過去 它的遮瑕力都會減弱 但是看上去其實都還是很漂亮 不會很斑駁 或者脫溶得很噁心 而且到現在為止 它都還沒有氧化的情況 所以等一會 我想大約十點多鐘左右 應該我自己就回到家了 到時就跟大家做最後的更新 還有講一下我今天的感想 我現在就回到家了 時間是晚上十點十一分 所以我想裝到大約八個小時左右 讓大家看看它現在的妝效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用任何的東西去印走油 但是那種油光感慢慢地在乾燥的天氣情況下就消失了 是有一點之前浮粉的地方 它就一直都在浮粉 但是情況一點都不嚴重 完全沒有氧化的 它一直都保持在這個顏色色調 大家都會看到鼻翼這些位置會浮起了 下巴這些位置 但是臉這些比較乾的位置 其實就保持得很漂亮很漂亮 如果你問我一天下來的感受 我會說它是一個非常舒服的粉底箱 因為沒有想過完全不落碎粉的情況下 它會保持得這麼好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會出油 容易出汗 你活動又比較多 再加上天氣濕熱的話 我想它保持不到這麼久 很快就會溶妝浮粉 而且情況都挺嚴峻的 所以一瓶三十克然後六百多元 我就覺得在香港不是太適宜入手了 因為用得的時間都不多 但是這一套是15克 然後再加上碎粉 還有底箱的話 就真的挺划算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試的話 現在入手就真的很適宜了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參考價值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頓三點 還有星期日的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